欢迎收看理财这节线 为您站在第一线 Ran姐听到了 听到您的心声了 上完盘之后急着想看 到底明天行情规划 行情如何研判对不对 从今天开始 每天晚上的八点整 没错 就是每晚的八点整 我们的解盘节目就在线上播出 就好像台股今天真的很热 又再建两万点 台股今天两万点 只可惜到最后没有站稳 不过收盘还是再撞下历史新高 说到热 ETF才热呢 热到了 媒体写着 元大投信赶紧跳出来 呼吁投资人要评估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不管股票啦 ETF都是一样 都要评估自身风险的承受能力哦 说到了ETF的投资热 有多热 您看媒体就写着 0039 00940 00929 如果把这三档的ETF 越是月配息 高息的ETF哦 有重复到的个股 把它细看 就是这些的标的 所以我们开始为您思考了 投资热衷追逐高股息月月配的ETF 如果指数内的成分股都大涨了 大涨之后 请问您的操作注意事项呢 手上有这些的标的 您又该如何应对呢 今天分析师马上为您说清楚 台股今天收涨13点 19928点 一样创下历史新高 量也来到了5382亿元 强的是在晶圆代工 重电号包括了网通 跌的印刷电路版 记忆体号包括了光通讯 外资不错连二满 今年买了69.8亿元 投资今天也买66.2亿元 ETF热 所以你看投资连久买了 反倒摄影商是在卖的 行情怎么看呢 为您邀请到飞机师 美丽姐好 大家好我是魏晨 好魏晨问一下了 热啊 2万点 到最后还是没站上 不说到了台股热 这个可是更热的 操作注意 还有包括了手上持股该怎么办 好我们看一下 就是目前如果你手上 有这些持股的话 因为很热嘛 所以我们有三点提醒 各位投资朋友 第一点就是 你还是要持续追踪 这些个股 它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 没错 如果它中长期的趋势 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就是它如果是AI的 主要的一个受惠股 我想我们就可以持续做个持有 那如果是短期 譬如说有一些地缘政治风险 这样的议题 那结束之后 对股价是不是会有影响性呢 我想就从这个地方去做切入 如果是看一下 就是它所谓的一个调整时机 我们持股调整时机 因为我们知道ETF 它有所谓的募集跟挂牌嘛 那它募集之前 资金可能这个钱一直进去 股价会有机会拉升的 拉抬效果 但是如果募集之后呢 那个钱都已经布局不好了 那这个涨幅是不是 有可能会呈现一个收敛的情况 所以我想就从这个 持股的时机再做个调整 那第三个就是殖利率的变化 那我们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它买股票它可能看的是基本面之后 还有看殖利率 但是如果当股价涨上去了 殖利率是不是就变低了 对 那如果这个殖利率不符合你当初 这个介入的这个期待的话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调整的一个时机 那我想就从这三点来做个观察 其实很重要哦 股息殖利率公司怎么给的呢 就是习除股价 所以如果分母的股价已经涨很多了 股息殖利率当然就会掉下来了 这个层面 您在投资的部分可是要多小心了 所以知道咯 当然接下来那台股呢 我们看到大盘第二次散见2万点 但是没有站稳 那我想短线上面 因为指数精进涨的过程当中 市场开始接生恐惧了嘛 那可能很多获利了解的卖下开始出容 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是大盘的走势 看起来是不是风平浪静 但是我们看OTC的这个贵买指数的部分 看起来就是波涛汹涌暗潮汹涌 你看OTC指数目前已经回测到这个所谓的月线 那KD指标也开始往下走 所以我想在一个短期的一个盘面上面 我想包括这个类股快速的轮动或是这个多空拉抬这个数据 这个状况会让这个操作难度持续的提升 那我想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特别在观察一个指标 就是大盘跟季线 季线的一个位置 目前大盘跟季线正乖离大概10% 正乖离太大 对正乖离太大 也就是说过去一季买的投资朋友 现在已经赚10%了 那是不是会开始会有一些高档卖压的出现 所以我想在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是透过所谓的风险的一个控管 那风险控管我们就注意两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上一次的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有跟大家说明过了 跳空缺口的一个下缘大概是19500点左右 第二个就是时日线 那在这两个位置假如是没有跌破的话 我想就是持续我们就是沿着趋势来做操作 那如果跌破的话 可能在这个持股的部分可以做一些调整 但是在买卖股票 尤其在买的部分不要太过照景 那明天大的事情 明天大事我们看一下 包括像这个河硕 还有这个大象 鸿海有法说了 那另外就是美国会公布2月份的一个PPI 那另外就美国也会公布2月份 零售销售的数字 那另外就是在00713会公告确定配起的金额 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说到了行情 那不照近 那么请问 现在我们该怎么去盯着行情变化来看 因为轮动速度太快了 没有错 那我们知道其实除了一般的选股 除了考虑到基本面之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个所谓的一个 特殊事件的一个交易法 那投资人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的 包括像每一季都有所谓的MSCI权重的调整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时间走的部分 大概每年的上半年会有什么 比如说像年初会有所谓的CES大展 那会有重要公司在2月底 美国的一个超级财霸周 那另外呢 像这个所谓的季底投信要作战 是的 那另外就像这个 4月份到5月份 很多公司会公布这个现金股息 配息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6月份 5、6月份会有所谓的股东会 那那么多的一个事件当中 我们都可以从中间 去寻找一个所谓的特殊交易的机会 那举个例子来说 譬如说在这个股东会之前 这个融券是不是要有回补 对啊 那我们可以利用筹码面来做个观察 如果那段时间我们看到 譬如说它融资是在减少的 那融券是在增加的 代表散户看不好 但是这段时间 如果法人他持续做个买超 是不是法人领先散户 知道一些我们不晓得一个状况 对 那股价有可能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目前盘面上来看 符合这样的条件 包括像这个联电 华通还有长荣 都是符合目前这样的条件 好 那第二个看就是所谓的 投信的既底作帐 目前看到投信在作帐的部分 包括像这个统一 东元以及巨大 那这三档公司呢 看起来都是比较偏在 这个传产的一类股 食品准备进入旺季了 那另外就是在东元 他是做电力相关的 目前位阶是比较低的 然后另外就是在巨大 脚踏车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最坏情况已经过了 所以投信目前都有 持续在做个布局 好 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在 我们刚才也提到 这个ETF很热嘛 所以有些资金 他是透过所谓提前考虑 高股息的ETF 对 比如说像这个瑞宜 这个我们知道值率很高 那另外像游戏股的星象 或是像这个 强固型电脑的神机 所以相关这样的一个题材 我想就是当作我们一个特殊事件 但目前盘是比较震荡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用来一个掌握 跟因应的一个策略 不过讲到了像专业的议题 今天魏晨分享这一个 魏晨啊 每天都有专业议题对不对 没有错 理财最前线每天都有分析师 来帮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每天盘面上的最新的一个讯息 那也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起来 说到了订阅 告诉你喔 每天分析师 整理那个主要的大议题 都很用功帮大家做功课 所以想要学到更多 QR Code 给您三秒钟 开始扫描 一 二 三 记得要订阅喔 而且我们还会有抽奖呢 待会儿九点整 要教您ETF的投资策略 可以运用微笑曲线喔 什么个策略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只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商局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赖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 给您回答